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功秘籍 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他 后来就不见了 二十多年了 想不到还在我们家 爸爸 这本书很了不起吗 那当然 按照书上说的去练 可以练成绝世神功 比如 凌空摘叶 隔空取物 隔空取物 就是隔着空气 也可以拿到别的地方的东西 不明白 比如说吧 我现在要钉钉子 得亲自动手干活 有了这门神功后 我就可以在远处发功 这样 我不用动手 锤子也可以帮我干活了 真的吗 嗯 爸爸 爸爸 我也要学神功 我也要学 小孩子是不可以学这种东西的 至少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这样吧 等爸爸学会了 再教你们好不好 好玩啊 老爸 看你的了 草帽起 凌空摘叶 爸爸 树叶掉了 树叶掉了 嘿嘿嘿 神功炼成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爸爸说的神功也许根本就没有 所以练不成 隔山打牛 神功练成了 我成功了 我就是想挖点土回去种花而已 又不着擦我吧 请 请 欢迎 这是我从镇上的科技馆 借来的隐身伞 你穿上它 别人就看不见你了 可以帮爸爸隔空取物吗 谢谢大家的光临 今天我要为大家表演失传很久的武术神功 隔山打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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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凌空摘叶 太棒了 太棒了 下面我要给大家表演最最厉害的 太棒了 隔空取物了 快点 托托 爸爸马上就有表演了 隔空取物 花盆起 花盆起 你快点 花盆起 你快点 天哪 真的隐身了 姐姐 你还看得见我吗 看不见了 快快快 花盆起 太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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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功秘籍放哪里好 还是放这里 这是什么 神功秘籍 姐姐 不好了 托托 我们的隐身伞还在柜子里 没有藏起来 对啊 爸爸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好漂亮的盒子呀 爸爸 爸爸 送给我好不好 托托 琪琪 爸爸 准备再给你们表演一个神功 爸爸抱抱 太棒了 托托 过来吧 抱抱神功来喽 琪琪 爸爸 你的神功真厉害 你的神功 爸爸 你